老诗人最怕小人 因为老诗人没有心机 用单纯之心看世界 用满腔热忱对诗人 所以看不穿小人背后的算计 轻易地掉进圈套 持亏上当是免不了的事情 这些技巧老诗人学不会 但是识人数自古以来多有流传 谋圣鬼谷子就是此中高手 老诗人不妨学几招识人数 只要背会四句口诀 教你看破人心 从此小人无法在你面前兴风作浪 一 哀之以情 以观其人说一些令人感动的话 做一些煽情的事情 借机观察他会不会被打动 从而真情流露 还是麻木不仁 就可以判断出他有没有同情心 汉县帝曾用此数考验刘备 告诉他汉是激弱 受全臣胁迫 问寻其是否有康复汉室之心 刘备最终通过考验 被现地受雨衣带照 二 怒之以情 以观其手找到他的痛点 故意激起他的愤怒 借机观察他如何宣泄怒气 会不会情绪失控 还是能够平心静气 就可以判断出他有没有情绪控制能力 诸葛亮曾用此数考验张飞 嘲讽他恐无有余 即便不足 不许他领兵出征 最终张飞通过考验 服从军令 不再莽撞 最终担负率军大任 三 乐之以情 以观其性说一些吹捧他的话 做一些让他快乐兴奋的事情 刺激他的情绪 借机观察他是否会得意忘形 就可以判断出他内心真实的性格 曹操曾用此数考验刘备 与其青梅煮酒 吹捧其天下英雄为操于使君 刘备不敢允诺 做惶恐之状 消除曹操的戒心 才得以保全性命 四 苦之以情 以观其志让他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 用苦难的事情去考验他 借机观察他选择迎难而上 还是逃避退缩 就可以判断出他是否意志坚强 周瑜曾用此数考验诸葛亮 让其立下军令状 生产十万支箭以抗曹军 最终诸葛亮与善观金 草船借鉴 证明蜀军可与吴军共同御敌 吴国和蜀国结尾巩固的联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